还请兄长和我一起护送长翼 路途之中 我会想办法解开长翼身上的经过 届时还要让兄长趁机带着长翼离开 等到先机察觉有意 想要追究问责 你就说是我一手谋划的 倒是死的人就只有我一个 是不是很完美 为什么 为什么要为他付出这么多 你把他的命看得比你的都重 你知不知道你的命 对某些人也很重要 可这条命 也没生几天了 这不是我认识的金云和 他不会轻言放弃 是 我想活着 我对这命运反抗过 不屈骨 争夺骨 我想对得起我文公的每一朵花 吃过的每一口饭 走过的每一条路 我想活着 可事实已经是这样了呀 不是这样的 书里找不到解法 我可以去救仙师 他修为苟身莫测 说不定就能 兄长 我就算再想活着 我也不想让你像仇人 屈服起来 我林氏的仇 万花谷的仇 终有一日我一定会报 可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这世上便再无极运河 屈服一事换你一命 我不在乎 可是我在乎 我不想再亏欠兄长 你为我舍弃了太多 这么做知道吗 从我明白了自己心意那天开始 我便不再去想这个问题 其实一开始知道自己无妖可救之时 我心里很害怕 可是方才有个人对我说 他希望我此生可以得偿所缘 我这一生都想要自由 可我没有得到 如果他能时而复得 如果我生命最后的价值 可以成全他 值得 雷阀也好 冰封也罢 爱来便来 为了他 我不怕 为什么不相信我呢 信 只是在这世间沉浮 我们有太多穷尽力气 却不得之事 兄长为了救我 已经拼尽了全力 剩下这段日子 云和想要潇洒肆意地度过 还望兄长可以成全 没想到你一旦打定主意 真是谁都拉不回来 相比让你陷入险境 或许这样 好 以后还能有机会再见面 还能有机会一起逃走 以后 以前我总想到外面去 这古中的场景 早已熟悉地让我感到厌倦 却没想到今日 竟然会有一丝不舍 是不是因为 这次有我陪着 你们娇人 都这么不懂得谦虚的吗 长夜 如若娇人失去的伴侣 会怎么样 能另觅加我吗 我们一生只任一个人 直指终老 为何要如此固执啊 那岂不是要一条鱼 孤孤单单地游到死 也不是娇人 也不是海里的 不用遵守我们的规矩 那如果恨一个人呢 会朝他泼水 诅咒他变成大乌龟吗 就当作海里的泡沫 一吹就散了 你为什么这么好弃这个 我就是想知道 顺得下一世 会不会变成大王伯伯 你为何一直拿着这本广物集啊 你这么喜欢的话 我要不送你一本新呢 金箔的 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 这本是我们一起看的 不一样 这里面的地方 现在都去不了 谁说去不了 这次去鹿台山 我们就把里面的地方 我们全都走个遍 如何 顺得一心想让我们去鹿台山 怎么可能让我们那么逍遥自在 况且 我们也不顺路 路呢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想去哪儿说就好了 都说江人一生一世一双人 既然我们做不到 那不妨退而求其次 我们不求仪式 只争朝夕 潇洒肆意地度过至最后的时光 好吗 这边起 Вот 那边陋的地方 我们的个人 就不可初来 国家 就是我们离开到我们的巴默 但下面有点 脸在脸上 你这些山战 还不爱 看一看了啊 看一看 来 看一下 这个给你 这个是我的 衣服和配水都要搭配 这样别人看我们 就知道我们是一起的 既然你想的这般周全 那我乖乖付钱便是 二位这 这些呀都是成双成对卖的 正所谓凤凰双飞鸳鸯成对 这不行但卖呀 再说了你们这一个人一条鱼 他们没法成对嘛 为什么不行啊 这是 世间情爱讲究的是情投意书 何必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呢 诸位 今日这里所有的腰坠 我都买下了送给大家 大家可以挑选自己想要的 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今日偏不要只有同类才能配对 只要喜欢大家怎么搭配都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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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来 后面点 来 都赢了 来 都赢了 来 都赢了 来 来 都赢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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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大家都这样配搭 就不会再有人对我受伤了 说不定以后还会为人成疯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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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和 我觉得 你不应该姓姬 那应该姓什么 你应该姓风 风云和 像疯子一样的云河 你应该像疯一样 自由自在 无拘无束的 我真不敢笑你傻 你是大只若鱼 来 过来坐 凡人都羡慕我们仙人 却不知我们居住青龙 日复一日地克制着本心 越漫长的生命 便是越漫长的孤寂 反倒不如那些凡人来的 肆意真实 日处而作 日落而息 三参四季 岁月静好 所以这几百年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人间 你看 是不是很美 很美 你也是 我也是什么 你也和这山川一样 都让人喜欢 若此刻的祥和安宁 岁月静好 能化作永恒该有多好 我愿这天地生灵 四海八荒再无纷扰动荡 山川依旧 喜乐永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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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 那是什么 今日神间的中秋佳节 人们会办上林灯会 而且有情之人 还可以一起赏花 赏月 还有赏灯 想去啊 我觉得那个地方很热闹 很温暖 像你一样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走一走 走 走 季护坊 我早就提醒过你 既然注定离别 何必用情太深呢 比起劝告我更看重誓言 我早就答应过长衣 这一路要走得尽兴 实现一切远务 不留遗憾 就为这一句话 当然 我若是想逃走的话 早就带着长衣走了 何必要跟你们一路 一路一起走到现在 如山在即 务必在午夜之前回来 几乎法师聪明人 应当心里有数 多谢承宇上线 我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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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去看重誓言